17名黑暴分子為逃避刑責,企圖經水路偷渡台灣,空洞全城 十二門徒被內地海警接獲拘留,另有5名逃犯被台灣陸委會扣押於2個月 同樣性質的事件,攬炒派的處理態度完全不同 連日內對台灣手足不聞不聞,卻積極協助十二門徒家屬的徒緊身 面對港人港地記者的追問,手道開康回應 盧議員,手足不切割,又說,核爆不切割 他們五個沒有音訊,為何你不關心? 他們很安全,為何他們很安全? 在台灣當中有些不可過人的資訊,為何他們很安全? 港人港地記者嘗試追問下去,陶近身如何得惜五人的安全 但他深鑑其口,搭電梯離開 台灣記者鍾勝雄爆料指五名台灣手足 不能見律師,不能聯絡家人,五人被扣押超過兩個月 台方拒絕交代五人的資料,連性甚名稅也沒有人知曉 而陶近身質疑內地當局的邏輯 攝氏人家屬至今未能跟當事人見面,亦不獲安排家屬律師 為何得出五人安全的結論? 還是他從台灣秘密渠道得到甚麼絕密消息? 如果他有靈通消息,為何又不對外公布? 據台灣媒體《中國時報》報道 五名偷導犯在東沙島被台灣海牆人員接獲 之後被送往高雄,陶近身曾要求本港海事處 供在十二門徒被接獲時的確實位置 以同樣的邏輯,為何陶近身不要求台方公開相關雷大的資料? 同樣涉及港人非法偷渡,同樣涉及其他司法管轄區 攝氏派無所不用其極,為內地扣押手足維權 對台灣手足就選擇性沉默 陶近身在港人港地連日追問下,終於透露台灣手足安全 為何不清楚交代背後有甚麼隱瞞? 攝氏派究竟關心手足安危,凡是這事件食政治人血饅頭 相信各位心中已有彈簧 對台灣手足智商 距氏派助